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及其现代眼镜的再认识 秦辉诸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思批判中国传统 通过文化启蒙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重建为标识 从那时以来整整八十年 对中国传统的事实判断 中国传统究竟是什么和价值判断 否定还是肯定传统 以及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之间的各种保守与激进立场 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题 而前一判断则是后一判断的基础 就这一基础而言 过去八十年主要形成了两大认识范式 一是强调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论 它导致了以土地革命 消灭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为核心的反传统运动 二是强调宗法伦理 整体和谐与非个性化的儒家文明论 它引出了倡导个性解放的自由主义反传统运动 和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传统复兴运动 然而这两大认识范式看来都遇到了解释危机 作为历史 他们都无法解释 何以同出反传统阵营 而且早期具有极端个性解放 或激进自由主义色彩的五四级左翼 陈独秀、李大钊等 后来会发展出一种比传统更压迫个性 更敌视自由的整体性极权倾向 并在其发展至极端的文革时期 忽然迸发了像古代法家、商鞅、秦始皇等 任祖归宗的热情 显然用反传统过激或传统的影响 都难以解释这一切 作为现实 他们更无法解释 当前改革中大陆上西化、民主、市场、自由、人权等因素 与传统化、国学热、宗族的复兴 与乡镇企业中的家族化色彩等 同时发生的机制 尤其无法说清两者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跳出这两种范式 从乡土社会 而不是从思想家的作品中 寻求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既不是被租电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 也不是和谐而自制的内居性小共同体 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 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 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 但这非因个性发达 而是因大共同体性抗禁所致 它与法家或如表法理的传统相连 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 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 在现代化起步时 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之阶段 而中国的现代化 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小共同体本位论质疑 对于传统中国社会 尤其是被视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传统乡土社会 目前流行的主要有两大解释理论 一为过去数十年意识形态支持的 租电关系决定论 这一理论把传统农村 视为由土地租电关系决定的地主、电农两极社会 土地集中、主电对立 被视为农村一切社会关系 乃至农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基础 宗族关系、官民关系 乃至两性关系和神人关系 都被视为以主电对立为核心的封建关系 此极把政权、族权、神权与夫权 都归之于封建地主制的四大省所论 赋税、利息、商业利润等资源分配形式 都被视为地租的分割 而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的叙述模式 被用于解释历史上的周期性动乱 中国租电制与西方农奴制 则称为解释中西之别 尤其是解释中国何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首要因素 笔者前一指出 这种解释模式存在着严重问题 而另一种解释模式 我们可称之为乡土和谐论 它在1949年以前 曾与租电关系决定论互为论敌 而在这以后 由于非学术原因 它在大陆消失数十年 改革以后 才在传承1949年以前 学统和引进外部 港台及海外汉学 学理的基础上复兴 然而有趣的是 此时它已不以租电关系决定论 为论敌对手 而成了从新保守到后现代的 各种观点人士 排挙西化的一种思想武器 这种解释 把传统村落 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 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 其中的人际关系 包括主电关系 主雇关系 贫富关系 申民关系 家族长与家族属关系 都具有温情默默的和谐性质 在此种温情纽带之下的小共同体 是高度自制的 国家政权的力量只延伸到现一级 现以下的传统乡村只靠习惯法与伦理来协调 国家很少干预 所谓的乡绅 则被视为 植根于乡土伦理而体现社区自制的小共同体人格化身 身权制衡着皇权 国家权力的下身意向 而此种伦理与自制的基础 则是据说集中代表了中国独特文化 并自古传承下来的宗族血脉纽带 因而传统乡村又被认为是家族本位的 并以此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个人本位 而儒家学说便是这种现实的反应 它以家拟国 实现了家国一体 理法一体 均富一体 忠孝一体 于是儒家又被视为中国文化 及中国人思维方式 及行为规则的体现 他所主张的性善论 教化论 贤人政治 伦理中心主义等 则被看作是中国特色之源 从这套解释出发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隐身 有人从这种乡村自治传统 看到了中国的小政府 大社会 和中国传统比西方更自由主义 有人则反对 从乡土中国小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中 看到了克服西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之弊的希望 并期待乡土中国的重建 会把人类引入后现代家境 有人以根据这种小共同体伦理资质说 创作出来的山杠野之类形象为论据 证明西方的法治不适用于中国 我们的社会秩序只能指望 本土文化资源培育的伦理权威 还有人以村落传统说来解释人民公社 认为温情默默的自然村落 是中国传统长期延续的关键 人民公社制度体现了突破这一传统 而走向现代化的努力 并付出了当然的代价 但1958年的大公社 对村落的破坏过分了 引起了灾难 后来的对维基础 则向村落传统做了让步 因而使公社得以正常运作20年云云 总之 强调村落、家庭、宗族等小共同体的自治 相对于国家的干预而言 与和谐 相对于内部的分化而言 并将其视为不同于异文化的 华夏文明特性所在 是这些看法的共同点 这种小共同体本位的中国传统观 具有多元的学历渊源 其中包括新儒家色彩的中国学者 如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派人士的研究成果 日本学者平野一太郎 清水圣光等人站前提出的乡村共同体论 以及韦伯这样的西方思想家 关于中国官僚体制能力有限的说法 都是这种传统观的来源之一 但这里又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重点强调小共同体的内部和谐 以否定那种突出村内阶级分裂的说法 另一种是重点强调小共同体的自治 以否定那种批判东方帝国 全能专制主义的观点 前一种以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派为代表 他们不赞成共产党人的农村阶级斗争学说 但也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因此极力抨击国家不良政治 对乡村的压迫 而并不把当时的乡村看成自治的乐园 后一种则以平野一太郎等战前日本人士为典型 他们强调中国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自治性 是为了否认中国国家对农村的统治能力 而对村庄内部关系是紧张还是和谐 并无特别兴趣 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的 这种观点是为当时日本军阀的东亚共融论服务的 而在战后 这种将小共同体概念强加于中国乡村的做法 已被许多日本学者 尤其是自由派与左派学者所否定 然而有趣的是 近年在国内流行的种种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观 最强调的恰恰正是自治性而非和谐性 以及更近似于平野一太郎等人的观点 而非乡村建设派观点 尽管这些论者喜欢征引的是后者 而非前者 我们的这些论者乐于在清算 批评东方专制的西方话语的背景下 重新发现自治的乡土中国 却并无当年乡村建设派那种 与租电关系决定论论战的兴趣 其中的一些作品 还把温情默默的传统村落之说 与关于土地改革的革命理论融于一书 似乎并不觉得二者存在着汉格 应当说 这种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观之复兴 有相当的合理性 首先 若与1949年以后的农村体制相比 传统中国国家政权 对农村社区生活的控制能力 确实弱得多 而与历史上的王朝强盛期相比 小共同体本位论者 所集中考察的晚清、民国 又是个末世、乱世 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 有枪便是草头王 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 也未必能达到强盛王朝的水平 说这个时期 乡村小共同体是自制的 也还讲得过去 其次 如果抽象地谈村落 家族的小共同体凝聚力 也不是不可以 任何时代 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群体 有所依附 都是可以设想的 与改革前的 维阶级关系论相比 如今谈论对家族、村落的认同 至少是看到了传统社会中 人际关系的多样性 这自然是个进步 但在文化形态论的意义上 将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本位 把它视为区别于 义文化的中国特性 并用它来作为解释 历史与现实的主要基础 则是很可质疑的 首先 乡村和谐论比租电关系决定论 更无法解释 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现象 即过去称为 农民战争的周期性 超大规模社会冲突 以地主与电农的矛盾 来解释农民战争 本已十分牵强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租电关系的发达与否 与农民战争有关 而历代农民战争 不仅极少提出土地要求 甚至连抗租减租都没有提出 却经常出现 不当差不纳粮 三年免征 无相辽东死之类反抗国家能力的宣传 以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虎奔三千 之地幽艳之地 龙飞久武 重开大宋之天 这类改朝换代的号召 而像《水浒》中描写的那种 庄主率领庄客 及地主率领殿农 造国家的反的场面 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这就更难用租电关系决定论解释了 但是 如果我们相信传统乡村和谐 乡村自治之说 就更无法理解这类历史现象 如果传统乡村的内部关系 真是那样温情默默 而乡村外部的国家权力 又只能达到现一级 而无法干预乡村生活 那种社会大爆炸 怎么可能发生 退一步讲 即便乡村内部关系 存在着紧张 如果真是社区自治 国家权力无法涉及 爆炸又怎能突破社区范围 而在全国水平上发生 更何况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爆炸 通常根本不是在社区内发生 然后蔓延扩散到社区外 而是一开始 就在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爆发 然后再向社区渗透的 汉支黄金 三十六方同日而起 置为典型 历史上 但凡小共同体发达的社会 共同体内部矛盾 极少能扩展成社会爆炸 在村社 彩翼 或扎德鲁家 家族公社 活跃的近代欧洲 农民与他们的领主 发生的冲突 如果在小共同体内 不能调解 也只会出现 要求国家权力 出面调解的现象 而不是推翻国家权力 王权的现象 像英国的 Walt Taylor之变 法国的 Jax之变 这些农民起义 实际上都不过是 向国王 进行武装请愿而已 俄国村社农民的 皇权主义 更是著名 即使在中国 明清之际 租电制最发达 而宗族组织 也相对更活跃的 江南地区 频频出现的 电变 奴变 也多采取 向官府请愿的方式 而与北方自耕农 即破产自耕农 流民 为主体的 改朝换代的 农民战争 截然有别 于是 地主 电农 矛盾 最为突出的 这个地区 反而成为 席卷全国的 明末农民战争 风头 所不及的 偏安之地 过去 人们基于某种理论 往往乐于设想 地主与农民 发生租电 或土地纠纷 而官府出面 支持地主 镇压农民 使民间的贫富矛盾 膨胀为官民矛盾 于是引发大乱 这种势力 当然不是没有 前引的江南电变 极为其力 但中国历史上 更为习见的 却是相反 因国家权力 和横征暴敛 取民无度 或烂兴事业 一民无实 或垄断利源 夺民生计 或励志败坏 虐民无休 而引发官民冲突 而民间贫富态度 因之生意 贫苦者 穷则思变 有身家者 艳乱思安 于是官民冲突 扩及民间 而引发贫富对立 例如明末大乱 本因天灾 家派 才艺 逃军而起 这四项 本与租殿关系 无设 除天灾外 就是官民矛盾 而其中 最致命的家派 按官方的意图 甚至主要是 针对富民 不是富官 也非穷民的 继母而征 富一累贫 不能自存者 速封是诸 康熙 河南通志 卷四十 因识者 不胜诸求之科 顺志 燕岭县志 于是社会上出现的 也不是什么 土地兼并 而是 村野余诺之民 以有田为祸 西原文件录 富一钱 原表语 知欲以地 白富人 而莫可推 地支驾建者 母不过一二钱 其无价送人 而不受者大半 康熙 三水限制 卷四 在这种情况下 爆发的农民战争 早期是一种流寇 破产自耕农 汇聚的流民武装 与土寇 据庄殿 而抗官的 富民庄主 一起造 朝廷反的 土流并起之局 康熙 上财县志 卷十二 但到明王前夕 官府统治 已解体 满地流寇的乱世 已成了庄主们 面临的主要威胁 于是便出现了 这样的现象 当明朝力量 上墙时 勇于反抗的 土寇 到明朝 以无力镇压时 反而纷纷就服 成为朝廷眼中 介于 四贼四民之间的力量 而流寇 与庄主的冲突 便开始激化了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流土冲突 虽可以说是 贫富冲突 却依然难说 是主电冲突 因为流土之间 并无主电关系 流寇并不起源于电农 而此时的庄电 随庄主对抗流寇 与此前 他们随庄主抗官 本无二致 并非民间贫富冲突 而是官府卷入 而是官兵民反 导致民间贫富冲突 这种中国独有的 农民战争机制 是租电关系决定论 和乡村和谐论 都不能理解的 道德农民 与理性农民之外 谈到共同体 不能不提及 七十年代国外社会学 及文化人类学界 影响很大的一场争论 当时 由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 引起了研究越南 以及东南亚农村社会的热潮 其问题意识显然源于 当地农民 为什么支持共产党 这一热潮在学理上 又受到五十年代 马略特和列费尔德等人 在农民研究中 强调小共同体 或以小社区 与小传统 区别于民族或国家的大传统 之重要性的影响 1976年 斯科特发表 《农民道德经济》 东南亚的叛乱与生计 一书 提出了强调 亚洲传统集体主义价值的 道德农民理论 据他所说 亚洲农民传统上认同小共同体 全体农民的利益高于个人权利 社区习惯法的小传统 常常通过重新分配富人的财产 来维护集体的生存 这种与西方个人主义不同的价值 在他看来 便是美国失败的深层文化原因 斯科特的看法引起了商榷 波普金1979年发表的 《理性的农民》 越南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学 在反对声中最为典型 波普金认为 越南农民是理性的个人主义者 由他们组成的村落 只是空间上的概念 而并无利益上的认同纽带 各农户在松散而开放的村庄中 相互竞争并追求利益最大化 尽管他们偶尔也会照顾 村林或全村的利益 但在一般情况下 各家各户都是自行其事 自谋其力的 在后来的讨论中 支持波普金者不乏其人 有人甚至称 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农民更自私 无疑这样的争论也可以发生在中国农民研究者中 中国农民在本质上是道德农民还是理性农民 是修其与共的小共同体成员 还是仅仅居住在同一地域上的一群自私者 可能的回答是两重性之说 即他们同时具有这两种性格 由此又可能导出哪一种为主 例如说贫农以道德为主 而富农以理性为主等等之争 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 如果说道德农民与理性农民是不相容的 那么这二者的不相容 能推导出他们的逆相容吗 即如果农民社会缺少理性 特指个人理性 这就意味着小共同体的道德自治吗 反之如果农民对社区 宗族缺少依附感 他就一定是个性发达的辨识资本家 或理性至上的个人主义者吗 这些却是斯科特与波普金都未想过的 欧洲人的这种态度并不难理解 西欧在个体本位的近代公民社会之前 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 人们普遍作为共同体成员 依附于村舍、马尔克、采艺、教区 行会或家族公社 南欧的扎德鲁加 而东欧的俄罗斯传统农民 则是米尔公社社员 近代化过程是他们摆脱 对小共同体的依附 而取得独立人格 个性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过程 这些民族的传统社会 的确有较发达的社区自治与村舍功能 小共同体的制度性传统相当明显 如俄罗斯的米尔 由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之制 由劳动组合及共耕地制设 实行征税对社不对户 贫户所欠、负户补的连环保制度 为三扑制与场地放牧的需要 村舍还有统一轮座安排、统一农市日制的惯例 村舍不仅有工舱、工墓、工匠 还有村会审判与村舍选举等小共同体政治功能 农民离村外出首先要经村舍许可 其次才是征得领主与客厅的批准 农户的各种交纳中 对领主的负担占54% 对国家的负担占19.8% 而对村舍的负担要占到26% 甚至住宅也必须建在一处 独立农庄只是近代资本主义改革后 才少量的出现 西欧的马尔克虽然没有俄国米尔那样 浓厚的经济共同体色彩 但农用地仍有村舍、粪地、名粪 并实行场地制 有公共林墓地与墨房 尤其因中古西欧没有俄罗斯那样的极权国家 其村舍与采艺的政治共同体色彩 比俄国米尔更浓郁 村舍习惯法审判也比俄国更活跃 像电影《被告山杠爷》那样的 齐劳断世惯例 在中国欧洲恐怕要比在中国典型得多 甚至在斯科特与波普金之争所关注的越南 小共同体的活跃程度可能也在传统中国之上 据当代社会人类学研究 在19至20世纪之交的越南农村 制度化公共生活仍颇为可观 在传世村舍文书中 有许多关于农民家内矛盾的案卷 有趣的是 那里个体家庭中的父权与夫权 似不如传统中国凸显 但社区伦理干预却超过中国 在旧中国 卖儿卖女可能触犯国法 但社区习惯却很少管这种事 而在这些案卷中 家长出卖子女 却会引起社村 其木会同 长老会的干预 这种会同 还会为女性要求继承权 要求离婚男子赔偿女方等等 据说那里的公田 要占田地总量三分之一 村舍财政十分活跃 尤其令人惊奇的是 那里存在着 跨自然的社区自治组织 树屯为一舍 树舍为一种 舍之舍由各屯自发组合 并非官方区化 亦无一定规模 舍平均两千人左右 有大致三四万者 舍首称李毅 有里长、副里长、先知等 皆由村民以具名投票选出 但很多有宗族背景 往往一届李毅同出一宗 任期三年 政府不干预其人选 卸任李毅多进入齐募会同 据某县之齐募名单 其中80%为前李毅 1%为退休官吏 19%为其他当选者 而与文献相约中 规定齐募应由如是中选出不同 在19世纪前 齐募会同权重于里长 可决定公田分配等要务 故里长多求卸任为齐募 而不愿连任 入20世纪后 里长权是建重 亦乐求连任矣 但无论里长还是齐募 均属民间人物 知县并非其上级 亦不干涉社内事务 社实行司法自治 欲有案件 支线也会下到社里 与里长共同调查 但只起调节人作用 并不能左右里长 这样的社区自治 是古来传统使然 还是殖民时代 法国人影响的结果 帕潘认为是前者 但也有记载说 15至16世纪的里长 为政府任命 并非民选的 或许正如本世纪前半叶 Boke与Fernual等人 研究的爪哇缅甸传统村舍 后来被指出 是殖民时代发展的 社区组织一样 上述的越南村舍 也并非原生形态的 传统共同体 但无论如何 这样的小共同体 与乡村自治 已超过了我们所知的 传统中国多数地区 尤其是更传统 受近代化影响 更小的北方内地农村的情况 长期在北方倡导乡村建设的 梁树铭先生的伦理本位论 对今日谈村落传统者很有影响 但正是梁树铭 对北方传统农村 缺乏小共同体认同 和村社组织深有感触 他说 中国人切记的便是身家 远大的便是天下了 小起来甚小 大起来甚大 西洋人不然 他们小不至身家 大不至天下 得乎其中 有一适当范围 正好培养团体生活 的确如此 像传统欧洲那样的村舍 彩艺 教区 行会和家族 中国传统中是缺少的 像俄罗斯 印度 乃至越南那样的小共同体 中国古时也难见到 中国古时也有土地还售之志 但那不是村舍 而是国家行为 明田 占田 军田 忌口寿田 以及 齐地制等 中国农民历史上 也有迁徙限制 但那不是弥尔 而是国家对编户 勤民的管束 中国人知道朝廷颁布的 十五连坐之法 但不知道何为 村舍连环保 中国农民知道给私人地主交租 给朝廷交黄粮国税 却不会理解向小共同体 交纳百分之二十六 是怎么回事 当然 中国人知道家规族法 与祠堂审判 文化爱好者把这种习惯法 与伦理秩序 设想为原生态的本土现象 而在闭塞落后的中西部 山中设计杠野形象 然而现实中的杠野 却集中发生在 更受西方影响的 东南沿海地区 内地闭塞的臣民们 反而更懂得王法 而不知道什么叫村舍审判 我国近年来 在改革中 一些农村出现了 活跃的庄主经济 同时在东南发达地区 出现了宗族复兴 对此有人惊为 封建的沉扎泛起 有人则包之为 传统文化的伟大活力 其实 封建也好 传统也罢 他们与宗族的关系 究竟如何 是大可反思的 我国民间的 非宗族现象 其原甚古 上古户籍资料 如江陵凤凰山 出土的西汉 郑里岭部 与皮县西埔 出土的汉代资部残碑 都呈现出突出的 多性杂菊 其中西埔残碑 涉及18户 能变出姓名的 11个户主中 就有至少6、7个姓 敦煌文书中的 唐代如蜂坊西相社 34户中 亦有12俗姓 外加3僧户 另一设条 所列13户中 就有9个姓 而至少在宋元以后 宗族的兴盛程度 出现了与通常的 逻辑推论相反的趋势 越是闭塞 不发达 自然经济的 古老传统所在 宗族越不活跃 而是越外向 商品关系发达的 后起之躯 反而多宗族 从时间看 明清甚于宋元 从空间看 东南沿海 甚于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 又甚于黄河流域 直到近代 我们还看到许多 经济落后 风气闭塞的 北方农村 遍布多姓杂居村落 宗族关系淡漠 而不少南方沿海农村 却多独姓居居村 此堂林立 足归森严 足谱盛行 内地的传统发祥之区 关中各县 土改前足庙公产 大多不到总地产的1% 而广东 珠江三角洲各县 长达30%至50% 乃至更高 浙江浦江县 全县地产1%为此庙公产 义乌县有的村庄 竟达到80% 这种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耐人寻味的 总之 传统的中国民间社会 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 以宗族为本 而宗族以外的地缘组织 从秦汉的乡庭里 北朝的林立党 直到民国的保甲 都是一种官方对编户 其名的编制 宗族 保甲之外 传统中国社会的小共同体 还有世俗或宗教的民间秘密会社 以及敦煌文书中显示的民间互助组织 社役 主要指私社 但秘密会社是非法的 而社役的功能 仅限于因事而行的丧葬互助等有限领域 与村社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如果说就村社传统之欠缺而言 越南农民比欧洲农民更自私 那么说传统中国农民比越南农民更自私 大约也不错 可见 如果说道德经济是指农民对村社或小共同体的依附 那么这一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农民 至少不像适用于俄国或西欧农民那样适用于中国农民 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农民就更像是个人主义的理性农民 或便是资本家 这就涉及现代中国史上那个令人难解的公社之谜 当年苏联发动集体化时 斯大林曾把俄国的村社土地公有传统 视为集体化可行的最重要依据 他宣称恩格斯在农民改造问题上过于慎重 是由于西欧农民有小土地私有制 而俄国没有这种东西 因此集体化能够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发展 而中国农民的小私有传统似乎比西欧农民还要悠久顽强 因此50年代中国集体化时 许多苏联人都认为不可行 然而事实表明 中国农民虽然并不喜欢集体化 但也并未表现出捍卫小私有的意志 当年苏联为了把土地公有私耕的村舍 改造为公有公耕的集体农庄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逮捕流放了上百万的富农 为镇压农民反抗 出动过城市的正规军和飞机大炮 而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 仅在1930年初就达70万人 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 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庄时 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 而中国农民进入人民公社 只花了短的多的时间 也未出现普遍的反抗 为什么小私有的中国农民 比俄国的村舍农民更易于被集体化 我们看看俄国村舍在这段转折中的作用 就会明白 俄国传统村舍作为前近代小共同体 对农民个性与农民农场经济的发展 有阻碍作用 这事实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些人 认为它有利于集体化的原因 事实上在新经济政策后期 政府也的确利用村舍来限制自发势力 抑制独立农庄化倾向 但村舍作为小共同体的自治性 又使它具有制衡大共同体的一定能力 在集体化高潮前夕 传媒曾惊呼农村中出现了 米尔与村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并报道了许多富农 当时实际上指集体化的反对者 把持村舍的案例 例如卢多尔瓦伊事件 游西吉事件等 显然 具有一定自治性的村舍 是使俄国农民有组织的抵制集体化的条件 因此苏联在集体化高潮的1930年 宣布废除村舍就毫不奇怪了 而中国革命后形成的是农户农村 本来就不如俄国村舍 那么强固的传统家族 社区的小共同体纽带 也在革命中扫荡激进 连革命中产生的农会 在土改后也消失了 农村组织前所未有的一元化 缺乏可以制衡大共同体的自治机制 于是小私有的中国农民 反而比土地公有的俄国村舍 更易于集体化 就不难理解了 这其实也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 受村舍结体产生私有制的理论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 那些否认中国古代有过自由私有制的人 总是强调小共同体的限制因素 如土地买卖中的轻族邻里优先权 和遗产遗嘱中的合族干节之类 但实证研究表明 这样的限制在中国传统中其实甚弱 中国的小农抗欲这种限制的能力 要比例如俄国农民抗欲村舍限制的能力大得多 但同时这些缺乏自治纽带的小农 对大共同体的治愈能力却很差 因缺乏村舍传统 似乎更为私有化的中国农民 反而更易于受制于国家的土地统治 如曹卫屯田 西晋占用 北朝隋唐军田 北宋的西城瓜田 与南宋宫田 明初 吉诸豪明田 以为官田 以至苏州义府 无律皆官田 明田不过十五分之一 直到清初的圈占其地等等 于是传统中国农民 便很大程度上置身于道德农民 与理性农民之外 小共同体在这里不够发育 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的发育 而是大共同体的膨胀之结果 而这一传统就说来话长了 法家传统与大共同体本位 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 而关于奠定强秦之机的商鞅变法 过去史学界有个标准的论点 即商鞅坏景田 开迁末 而推行了土地私有制 如今史学界仍坚持此种说法的人 怕一不多 因为七十年代以来 人们从税虎地出土秦俭 与秦川出土的秦都中 已明确知道秦朝实行的是严格的国家受地制 而不是什么土地自由买卖 而人们从商军书 韩非子一类文献中 也不难发现 前代法家经济政策的目标 是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 而不是民间的竞争 然而过去人们的那种印象 却也飞进空穴来风 法家政策的另一面是反宗法 一族权 解消小共同体 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 而不至受到自治团体之阻隔 因此法家在理论上重奉性恶论 处亲情而上权势 公然宣称 福以妻之近 即子之亲而由不可信 则其余无可信这矣 韩非子贝内 在实践上则重行费德 阳忠异孝 强制分家 鼓励告亲 禁止荣印 不一而足 尤其有趣的是 出土秦律中 一方面体现了土地国有制 一方面又为反宗法 而大畅个人财产权 给人以及现代的感觉 秦律中竟然有关于 子到父母 夫到子 假父到假子的条文 并公然称 奴婢偷到主人的父母 不算偷了主人 丈夫犯法 妻子若告发他 妻子的财产 可以不予没收 而若是妻有罪 丈夫告发 则妻子的财产 可用于奖励丈夫 即一家之内 父母 子女 妻 可有各自独立的 个人财产 于是乎便出现了 这样的时风 借父幽厨 律有得色 母娶鸡走 利儿淬雨 抱补其子 与公并聚 父姑不相悦 则反唇相机 这里亲情之淡漠 恐怕比据说 父亲到儿子家 吃饭要付钱的 西方风俗 悠悠过之 难怪人们会有 商鞅推行私有制的印象了 然而正是在这种 爹亲娘亲 不如皇上亲的 反宗法气氛下 大共同体的汲取能力 可以膨胀的漫无边际 秦王朝动员资源的能力 十足惊人 两千万人口的国家 北驻长城 亦有四十万人 南树武岭五十万人 修建使皇陵和阿旁公 各用 一说共用 七十余万人 还有那工程浩大的迟道网 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 这当然不是国家权力 只达到县一级所能实现的 其实按人口论 秦时之县不比今日之乡大多少 秦时达到县一级 已相当今日达到乡一级了 然而秦县以下智力尚多 汉称秦智 我们可以从汉智略亏一般 大帅十里一庭 亭有长 十亭一乡 乡有三老 有智 色夫 有脚 三老长教化 色夫 值听诵 发赋税 有脚 搅寻 尽盗贼 又有 乡左 属乡 助民收 赋税 这些相关 有的史及明载是长元 由政府任命 并以财政供养 有智 郡所属 智百旦 长一厢人 有的则以 富物瑶数为报酬 所不同者 现以上官吏 由朝廷任命 国家权力 直到现一级 在这个意义上 才是对的 而这些相关 则分由 郡 县 乡 当局任命 他们并非民间自治代表 是肯定的 秦开创了 大共同体 意义原化统治 和压抑小共同体的 法家传统 从小共同体解体 导致的私有制看来 似乎十分现代 但这只是伪现代 因为这里 小共同体的解体 并非由公民 个人权力的成长 而是相反的 由大共同体的 膨胀所致 而大共同体的 膨胀 既然连小共同体的 存在都不容 就更无 公民权力 生长的余地了 所以这种 反宗法的意义 与现代 是相反的 宗族文化 与族权意识 在法家传统下 自无从谈起 然而秦人 并不因此 拥有了公民 个人权力 相反 暴秦科政 对人性 人的尊严 与权力的摧残 比宗族文化 兴盛的近代 东南地区 更厉害 汉武帝改宗 儒术 弘扬礼教 似乎是中国传统的 一大转折 然而 汉秦秦制 且不说 汉秦秦法 有值得重视 正如 瞿同祖先生 早已指出 武帝以后 之汉法 仍依秦统 反宗法的 大共同体 意缘化色彩慎浓 而儒家 有系统之 修改法律 则自曹卫氏 由卫而唐 中国的法律 发生了个急转弯 以礼入法 礼法合一 法律儒家化 实际上是 社会上 共同体 多元化的反应 宗族兴起 族权作大 小共同体的兴盛 从魏晋士族 一直发展到 百事合户 千丁共及的 宗族都户制 社会精英主流 也由秦汉时 为皇上 六亲不认的 法家之力 变成了 具有小共同体 资质色彩 以德高望重 被地方上 举荐的笑脸 贤良方正之术 并发展为 宗法色彩 极浓的 门法士族 这可以说是 中国历史上 一个罕见的 表里皆如的时代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正是一个 大一统帝国解体 类似于 领主 林立的时代 从北魏 费宗族都户 而立三长使 直到 唐宋帝国复兴 中国出现了 如表法理的趋势 并在此基础上 重建了 大共同体 一元化传统 此一传统 基本延续到 明清 如表法理 即在表面上 承认 多元共同体权威 同等遵从 皇权 族权 父权 身权等等 而实际上 独尊 一元化的 大共同体 讲的是 性善论 性的是 性恶论 口头的 伦理中心主义 实际的 权力中心主义 表面上 是 力的儒化 而实际上 是 儒的力化 在社会组织上 则是 表面上 崇尚大家族 而实际效果 类似 明有二男 不分一者 被其父 由随 至宋 真语完善的 科举制 是这一时期 如表法理的 一大制度创新 从科举考试的 内容看 它似乎有明显的 儒家色彩 然而 朱熙 这样的大儒 却对 此制 十分不满 其实 这一制度 本身 应当说 主要是 法家传统的体现 事实上 更能体现 儒家性善论 与宗法伦理的 选官制度 应当是 有点 贵族 政治色彩的 由道德偶像式的 地方元老 举荐 孝联 贤良方正 为官的 查举之之 名如 黄宗熙 正是主张 用这类制度 取代科举的 科场的严密防范 以人性恶为前提 而实者已指出 设计巧妙的八股城市 与其说是道德考试 不如说是 智力测验 唐太宗的名言 天下英雄 不是天下贤良 入物构中 更说明 这一制度的目的 在于 大一统国家 通过 不知亲疏远近 贵贱美恶 亦以度量断之 的法家原则 把能人 而非贤人 垄断于掌握之中 他与 亦以更战之功利 责利的秦法 主要是 所测之能不同而已 实际上 由查举 门法之制 向科举之制的演变 在某种程度上 是对 由周知试亲试路 到秦之 军功爵制度的 一种复制 儒家贵族政治 被废弃 并带之以 冷冰冰的 客场角逐 无疑是 集权国家权威 对宗法权威 法术是 对温情主义 占优势的结果 近年来 以科举制 类比 现代文官制度之风 甚盛 其实 这就像 村舍传统欠缺时的 私有制 在大共同体 本位条件下 成为一种 伪现代化一样 贵族政治 专制传统欠缺时的 科举制 在大共同体 本位下 也是伪现代性的 正如实者所云 科举官僚制的发展 与其归之为 社会上公共事务增多 而分工发展的结果 倒不如更直接地理解为 专制统治 乐意过渡 或无畏地 分割官僚权任 又要保证一种 更为集中的 一元化控制秩序的产物 这就是我国的 近代化过程 所以始终无法 将它嫁接到 共和体制上 及其所以在近代 与帝制同归于近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 通过科举制 实现了表面上 立的如画 和实质上 如的立画 近人常把科举制下的 乡身 视为社区自治的体现者 实际上 科举制以前的 地方贵族 到树脊 有点自制色彩 后来的乡身 更谈不上了 这一时期的 法律体系 仍然保持 未尽以来的 理法合一性质 但维持小共同体的 宗法式的内容 逐渐虚化 而维护大共同体的 意愿化的内容 逐渐实化 成文法 形式分离的趋势 从送律 对唐律中 过时和无意义的内容 如关于均田制 与租庸调方面的内容 也全盘照抄 即可见一斑 一些维护大家族 宗族制的律文 如 诸祖父母 父母在 而子孙别籍异财者 洗三年 民四十以上 五子 方听纳妾 等等 与现实 已相去甚远 如果相信律文 中国应当是个典型的 大家族社会 但实际上 中西人口史 家庭史的资料表明 这一时期 中国人的平均家庭规模 小于西方 更重要的是 如前所说 家庭之上的 小共同体纽带 更比西方松散 然而 如明初 朱元璋的 大告等文献 所显示的那样 那些维护皇权 维护大共同体 一元化的绿条 却不但民实相符 而且还有法外加库 阅律用刑的 发展趋势 汉以后 历代统治者 改宗儒学后 弘扬礼教 褒奖大家族 大共同体 与小共同体的关系 比秦较为和谐 然而实际上 法家传统一直存在 由汉到清的 统治精神 除了前述 魏晋以后 一个时期外 仍然是 大共同体本位的 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 更不是个人本位的 像古希腊的德墨 古罗马的 父权制大家族 中世纪西欧的 村社 行会 教区 俄罗斯的米尔等等 这类含有资质因素的 非国家社群 所享有的地位 在传统中国 很难想象 北宋 是我国历史上 一个较为宽松的时代 朝廷对民间共同体 还是盯得很紧 即使由政府号召成立的 也不例外 元宥年间 朝廷号召团结香槟 苏氏就这样指出了 两种香槟类型 陕西河东弓箭手 官挤良田 已被夹码 经河硕研边弓箭社 皆是人户祖业田产 官无丝毫之损 如此看来 河硕弓箭社 不是比陕弓箭手 更可取吗 但恰恰相反 因为陕西香槟 完全由有丝严密控制 从对 降 直到提举丝 形成了严格的科层组织 虽不理想 却完全是官办团体 而河硕弓箭社 却具有太浓的民间色彩 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 不论家业高下 互出一人 又自相推则 家资武艺众所福者 为射头 射父 陆氏 为之头目 私利赏罚 言于官府 这就足以使人害怕 弓箭社 一切兵器 民皆自藏于家 不基于借寇灾 拜占庭现象 与反宗法的非公民社会 文化类型学的研究者 往往把家族本位 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而以致与西方的 个人本位文化相比较 这种看法在近代中国 家族兴盛和西方个性解放的背景下 或许不无道理 然而搬用到历史上 却远非都是适宜的 我们且不说欧洲中世纪 那时 宗族血亲关系 与封竹尘间的政治依附关系 构成互为表里的 两种基本人际纽带 而且前者的重要性 达到如此程度 以致除了由血缘纽带 连接的人际关系外 不存在真正的朋友关系 那时西欧的宗族泄斗 宗族仇杀 经济上的宗族工产 及宗族对个人产权的干预与限制 族权对宗族成员的束缚与庇护 乃至数代同堂 共吹何时的大家庭之常见 都很难说亚于古代中国 尽管非血缘性的村舍 教区与封竹尘衣服纽带 更多地被近人提到 但这些非血缘纽带 在社会关系中 对血缘共同体的优势 是否比中国的专制国家 统侠编护其民的能力 在社会关系中 对宗族纽带的优势更大 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正因为如此 当代许多欧洲学者 都把中世纪欧洲 向近代欧洲的演变 称为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 就像我们形容 中国传统社会的 所谓西化一样 其实在笔者看来 如果不是把眼光局 现在人类学家喜欢用作 文化标本的若干村庄 往往是东南沿海地区的 近代村庄 而是从大的时空尺度看 古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 是绝不比中国欧洲 更有资格叫做 Lineage Society的 如今的人们讲西方传统 往往跳过中世纪 而直接从希腊罗马 寻找西方之根 罗马法中的个人主义 与罗马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 成为最常被提到的因素 可是人们却常常忽视 我们今天所见的那种 似乎与近代西方公民社会 最接轨的罗马法 其实是在拜占庭时代 才最后定型的 而在此之前 古罗马的大部分历史中 都以极为发达的 富权至大家族文明 我们曾提到秦时 西汉其实也如此 宗族关系极度淡漠的情况 而就在与秦汉大致同时 从共和国到帝国罗马的前中期 罗马法都把富权与夫权 置于重要地位 那时 罗马司法规定的各种民事权利 大都只对富家长而言 包括最重要的物权 财产权在内 罗马社会击中家族神 家族祭祀与家族谱系 所谓公民权 那时实际上就是 有公民资格的富家长权 甚至连公民中最底层的 无产者也不例外 无产者 古拉丁语原意 即只有家族 为除此而外 别无所有也 罗马士族组织 与士族长老 即所谓贵族 在共和时代的政治中 起着重要作用 而到帝国时代 虽然士族关系已淡化 但涵盖数代人的家族组织 仍是很重要的 与承认父子异财 夫妻异产的情侣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罗马法直到帝国时代 一直认为 家长对子女的权利 等值于奴隶主 对奴隶的权利 并把子女与奴隶 及其他家资一样 视为家长的财产 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罗马形成了 在那个时代的 世界上最发达的 古典公民社会 如所周知 近代公民社会的 许多权力规范 都是从它起源的 只是到帝国晚期 罗马父权 与家长制家族的 法律地位 才去崩溃 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 家庭与婚姻法改革 是无夫权婚姻 基本取代了 有夫权婚姻 并使家族逐渐 摆脱家长的控制 而取得自权人的地位 民法权利 包括财产权的主体 也鉴从家长 泛籍于每一自由人个体 到了拜占庭时代 宗族纽带 已经解体到这种程度 甚至连包含家族名称的 拉丁式姓名 也已被废弃 而在八世纪前后 为不含家族名的 希腊式姓名 逐渐取代了 无怪乎 经查士丁尼整理后的 罗马法 现代化到了如此程度 一致如马克思所说 个人本位的 近代市民社会 甚至用不着怎么修改 便可以把它作为 经典性的法律来使用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 这种家族共同体的解体 与家族掌权的崩溃 在拜占庭并没有导致 公民权力的发展 相反 拜占庭社会走上了 东方化的老大帝国之路 在政教 东正教 合一的专制集权之下 把罗马公民社会的 古典基础完全消解了 这便引起了当代罗马史研究中的 有趣的讨论 有人认为 罗马严格的个人主义 在后古典时代 暗及帝国晚期 及拜占庭时代 屈服于一种 更偏重社会利益的评价 并在这方面 出现了许多 对所有权的限制 有人却指出 后古典法 与查士丁尼法 可能恰恰表现为一种 对个人主义的确认 类似的 有人认为 对家属的宽带等等 体现了新时代的 基督教人道精神 有人却发现在 拜占庭化过程中 随着公民身份含义的蜕变 人格的意义在降低 其实 这里的关键在于 拜占庭的宗族小 共同体纽带 与家长权 并不是如近代那样 由公民契约纽带 与公民个人权利来冲垮的 而是由从戴克里仙 到查士丁尼的专制 国家大共同体质固 与东方式皇权来摧毁的 消除了宗法性的 拜占庭罗马法 尽管在技术上 成文法的形式结构上 先进得很 一致近代法律 几乎可以照搬 然而拜占庭的立法精神 却比古典罗马 距离近代法治更为遥远 正如牛津大学 拜占庭学大师 奥伯连斯基所云 近代法治的基础 是公民权利本位 而拜占庭法的基础 是广泛的国家保护 近代法治的本质 是德的统治 而拜占庭法的本质 则是 君主本人 根据他颁布之法律 进行统治 这样的反宗法 与其说是提高了 家属的人格 不如说是压低了 家长的人格 与其说是 使家属成为了公民 不如说是 使家长从公民 沦为了臣民 无疑 那种全能的 至上的 不容任何自发组织 形式存在的大共同体 对公民个性的压抑 比小共同体更为严重 在罗马时代 真正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 只是少数人 自由公民中的 副家长 但至少对这一部分人而言 他们的个人权利 人格尊严 与行为能力 是受到尊重的 在此基础上 就可以通过契约整合 而产生自治的公民社区 和更大的公民社会 而拜占庭帝国 那全能的大共同体 则平等地剥削了 一切人的公民权利 它不仅抑制了 小共同体的发展 更压抑了人的 个性发展 无怪乎 在罗马法一度湮灭的 西部蛮族国家 后来会发生 从宗族社会 到公民社会的演进 并且在这一演进中 产生了以公民权力的复兴 为基础的 罗马法复兴 而在专制皇权下 发展了如此完善的 民法大权的拜占庭 反而走上了 老大帝国的不归路 华夏文明与罗马文明 在文化上差异极大 但在大共同体本位的趋势下 发展出一种 反宗法的臣民 非公民社会 却是秦汉与拜占庭 都有类似之处的 与拜占庭民法的非宗法化 或伪现代化相似 秦汉以来 中国臣民的伪个人主义化 也十分突出 尽管近年来的人类学 社会学家 十分注意 从社区民俗符号 与民间仪式的象征系统中 发现村落 家族的凝聚力 但在比较的尺度上 我十分怀疑 传统中国人 对无论血缘 还是地缘的小群体认同力度 且不说 以血缘共同体而论 秦汉法家传统下的 无口之家 不会比 罗马父权制大家族 更富于家族主义 以地缘共同体而论 近代中国小农 不会比俄国米尔成员 更富于村舍意识 就是在 无论村舍 还是宗族 都远谈不上发达的 前近代英国 那里的小共同体意识 也是我们往往难以理解的 从中学到大学 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往往都被我们的教师 讲解为 也被学生理解为 跑马战地式的 恶霸行径 极致知道 那其实是 突破当时的村舍习惯 而实行自由择电 赶走原来的电户 而把土地租给 能出更高租金的外来牧羊业者 则往往会大祸不解 这算什么事 咱中国自古不就如此的吗 不仅把土地出租给外村人 就是卖给了外村人 在传统中国农村 不也司空见惯吗 何以英国地主 只是把土地租给 还不是卖给外村人 便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 而自古以来 就如此开通的中国人 怎么就始终 弄不出个资本主义呢 我们在唐诗中 就可以读到 诸如 《刻行野田间》 《笔屋皆笔户》 《借问屋中人进去做商骨》 这样的情景 除了官府经常搞 剪辑笔户 这类户口控制外 社区几乎是不管的 而在许多前近代的欧洲国家 即使是非农奴的自由农村 小共同体的控制力也很强 不要说进去做商骨 就是搬到村外去盖个房子 也要突破村舍习惯的阻碍 像俄罗斯一直到十月革命时 自由散居的独立农户 仍然是一种阻力重重之下的 新生事物 无疑 与其他前近代文明相比 中国人 中国小农 对社区 而不是对国家而言的自由 是极为可观的 然而中国人 中国边盲 对国家 而不是对社区 的隶属 就更为可观 如今在社会学界 有人引西人之论 说中国也如西欧一样 民族国家只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 而在经济史界 也有论者把中国传统经济研究分为三派 笔者被列为权力经济论者 美国学者赵刚等被列为市场经济或自由经济论者 而国内经济史界的主流则被列为似乎是居于二者之间的封建地主经济论 这种经济似乎既没有赵刚等人说的那么自由 又没有笔者说的那么带有强权性质 然而实际上 该论者所说的那两种极端之论是可以统一的 而且都比那种主流的中庸之论近于事实 就小共同体范围而言 中国的小农的确比外国的村舍社员自由 哪个村舍能允许传统中国这样的自由租店自由经商 而就大共同体尺度看 中国的边盲又的确比外国的前国家居民更受制于强权 哪个前国家能像传统中国那样 逼得国民一次次走投无路 而形成周期性的社会爆炸 但说起来 大共同体本位的趋势并非中国传统独有 古罗马向拜占庭的发展亦然 就家族内而言 拜占庭的家族成员比古典罗马更自由 就国民而言 拜占庭臣民却比罗马公民更受奴役 只不过这一趋势在古代中国要更突出得多了 礼、舍、丹合一 传统帝国乡村控制的一个制度性案例 中华传统帝国的农村基层组织是怎样的 应当说这是个前沿性的探索领域 一本书都未必能说清2000年来这种组织的严格 不过可以肯定它绝不像那些伦理自治 宗族本位 古代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之类说法那么简单 我们可以以汉代的礼、舍、丹体制 作为一个制度性案例略作剖析 汉代的农村最基层组织 过去人们提的较多的是正史中 乡、庭、礼体系中的礼制 近年来人们根据出土资料与文献对刊 又对于礼平行的摄、丹之治 有了较多的认识 尤其是于伟超先生 以汉印、风泥、碑结结合文献 做出的丹制考证意义重大 引起了广泛关注 于先生认为丹是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组织 而台湾学者杜正胜先生则称之为 农作协助团体 是各种不同性质的结社 按于说之农村公社概念 系来自马克思理论 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专制国家 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说法 他与当今国际史学界主流 多把米尔、马尔克这类村舍组织 看作乡土自发的小共同体 而区别于国家基层组织的观念不同 按后一观念 丹是基层组织 不能算村舍的 据现有资料 礼、舍、丹都是同级、同范围 并往往同名的基层设置 常常并称为礼舍、舍丹、礼丹等 从仪式礼、仪式丹、市庭礼丹、众人舍丹等称呼看 当时一礼必相应设有一舍、礼为行政组织 设有礼为、礼父老、礼左、礼至中等职 设为祭祀组织 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系统 设有设宰等职 单为民政、社会组织 功能最复杂 设职也最多 出土观印就有祭九、祭尊、士为丹首 长使、轻、君为丹父 三老、敬父、父老、长教化 畏、长百众、民兵 平正、长税役 古使、长单仓 又有古左使、古右使之分 私平、长买卖 兼、平、又有左平、右平、长宋、玉 除户、又有左除户、右除户、长社贡 急、又有左急、右急、长心桥 从、长布书等等 以上诸职皆有出土观印为证 汉之一礼维护仅数十 而以上三系统设职就不下二十个 虽未必没理全设 一族惊人 以上诸职连同承担情质 信息职能的停游系统 上街乡一级诸机构 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控制网络 如下表 一、行政系统 县、县以下是相 相、有至、三老、有角、相左、相停不立 县以下是理 理为、理父老、理左、理至中 二、情治信息系统 县位 县位以下是相有角 相有角以下为停 县有县长、县侯、县左、求道 县不立足 县以下为油 三、意识形态系统 公设、相设 以下有制设、设载 四、民政、社会系统 相、相以下有理单 理单有 既久、三老、长始、轻、畏、平正、古始、思平、兼平、除户、急、从、至中从事 如此复杂的基层组织 即便在今天也难想象 可以设想制度与实际是有差距的 但即便差距再大 也与金人理想的伦理自制不可同日而语 重要的是 即便实际设置没有这般复杂 它的性质是清楚的 即它是一种国家组织的下言 而不是自发自生的草根组织 这有以下数点可知 一 它是政教合一 理设、单设合一 政设合一 理单合一 的一元化体系 并具有行政主导的特点 正如出土的 《市庭理单约束十券》所示 当时立单的主持人是理官、理智忠 可见在理设单体制中 理是主干 而设、单都是附着在理上的 而理的本质不是别的 正是法家运动为之奠定基础的专制国家 对编户勤民的直接 即不经村舍、宗族等中介管制 即所谓屡理实物之质 二 它的合法性是自上而下的 所谓己事县 所谓理政比数人之在观 而数人之在观即为利 汉书银赏传 所谓相理少利 相利、庭长、理政、父老、无人 皆属之 它的责任标准 据实在有强谨、资赐、得望、年长等相 所谓强谨即能办事 强、成上义、谨即可为利 而不必求民间的道德形象 像刘邦这样相理视为无赖的人 绝谈不上德高望重 却可以当庭长 就是典型之利 资赐就是论财力 以便能应付执意 显然这两项标准都是从国家 而不是从社区考虑的 至于德望与年长 的确有些伦理自制的味道 但其权威也必须由上面来确认的 三 它在形式上也模拟官场 礼印、舍印、单印 都按当时所谓 方寸官印之制课程 而既久、三老、畏、至中、长始、轻等称谓 也是在上级官场有相应设置的 这样的组织显然不是民间结社 而是基层政权 四 它是一整套非宗族的政治设置 与秦汉 主要指西汉 是实行的强行分议 不许族居 父子兄弟同事供西者为进 的气氛相应 礼、舍丹组织 都没有什么族元色彩 迄今所知的礼、舍、丹、明 多是吉语 如仪式、奉礼、常乐等 或方位 如庭南、中治等 从无后世之 李家庄、张家寨之类族姓称谓 汉以后出现的村 出已如此 正如宫崎师定所言 村即屯 其源于屯田 它也是按国家安排设置的 而存市、市庭、李丹、石券 提名共25个父老 这是该李丹的领导班子 25人中至少有6个姓氏 显然并无宗族背景 这种基层组织靠什么养活? 汉代乡籍组织包括庭在内 基本是政府财政支持的 其中不少大约直接取集于当地 上交的政府税收 出土的西汉江陵市 杨礼、正礼与当立礼、算钱录 都有不少把收上的部分算钱 上交箱礼转为利凤的记录 至于礼籍组织 则主要是自筹费用 包括征收的涉钱 和市庭李丹时券 记载的脸钱 购置的荣田收入等 但不能说 只要不是政府直接开支养活的组织 就是资质组织 关键在于其赖以筹资的权威资源和来 由前述可知 这一资源也主要来自上面 这样的组织有多少自制色彩是可疑的 总之 秦汉时代 我国传统帝国的农村基层控制 已相当发达和严密 汉以后除东汉后期到北魏的宗祖都护制时期 帝国根基不稳外 也一直维持着专制国家对编户其民的空欲 而基层以上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 集权的趋势就更明显 近年来曾有人急言国家能力问题 他们断言 我国历代王朝的崩溃 都是由于国家财政 尤其是中央财政 汲取能力下降的结果 这真不知从何谈起 实际上除少数例外 如东汉末外 我国多数王朝的崩溃 都恰恰是在官府 尤其是朝廷的汲取能力 极度抗进 而使民间不堪忍受之时 秦末大乱 正是朝廷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力物力 滥星营造的结果 隋末、圆末的大乱 也有类似背景 西汉末、新莽、力行、五军六冠等汲取之政 新莽灭亡时 全国的黄金 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裤藏 就达70万斤之巨 切数量据说 恰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 而冥王之时 按黄宗熙的说法 则是全国 郡县之父 郡县十之不能十之一 其谢运至于经师者十之九 明以待访录 田至一 看看当时各地方至 复义至中 有关存留 起谢的记载就会明白 皇室所说并非虚语 试问当今天下有几个国家 中央财政所占比重能达到如此程度 当然这只是就法定说服而言 当中央把郡县的法定收入几乎尽数起泄之后 地方的开支只能多依赖杂派 而基层亦负如此 明税轻 暗税重 恒征杂派无底洞 这样一种顾及 在我国历史上是古已有之 而基层控制 也就成了这种顾及之前提 直到顾及引发社会爆炸 基层也就失控了 近古宗族之谜 总之 与前近代西方相比 中国传统帝国的统治秩序 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 王朝主义 而不是家族主义特征 如果说中古欧洲是宗族社会的话 古代中国则是个编户齐民社会 在历史上 郡县利而宗法封建费 三掌心而宗族都护亡 这类事情与礼教对大家庭的褒奖 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当然在如表伐理体制下 统治者宣扬宗法礼教 并不完全是为了骗人 而自己根本不信 但礼教的真正意义在于反个人主义 而不在于反国家主义 专制国家对宗族组织的支持 是为了抑制臣民个体权利 而不是想扩张族权 更不是支持宗族自治 朝廷对宗族文化的赞赏 是为了压抑臣民的个性 而不是真要培养族群的自我认同 因此我们切不可对统治者 提倡大家族主义的言辞过于当真 明初 蒲江正是九世同居 明太主常称之 马皇后从旁慎之曰 以此众判何事不成 尚俱然 因招其家长制 将以事诛之 方小彪 顿斋文选卷六 这个故事是极有典型意义的 在清代 乾隆年间的江西官府 曾经有毁慈追谱之举 以图压制民间宗族势力 而广东巡抚还提出 由朝廷对大族的族产 实行强制私有化 以削弱宗族公社的经济力量 乾隆不仅对此表示同意 还指令在全国各地推行 对那些自是丰厚而伟大不掉的 强宗巨族进行打击 把各个族词产业清查后 分给族人 说乾隆帝还在给 四库全书管成的圣域中明确规定 民间无用之族谱 不得收入全书 四库全书总墓 卷首圣域 事实上 历代统治者 不管口头上怎么讲 实际对法 术 士的重视 远远超过四维八德 而法家传统是极端反宗族的 他强调以专制国家本位 消除家族本位 建立不以任何阻隔 而执打于每个国民个人的 君主集权统治 他主张以皇权 以及完全附属于皇权的力权 彻底剥夺每个国民的个人权利 并且绝不允许家族 村舍或领主 截留这些权利 而形成隔在皇权 与国民个人之间的自治社区 换句话说 他不仅容不得公民个人权利 也容不得小共同体的权利 儒家的家国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只对于皇帝一家是真实的 它只意味着皇帝万事一系的家天下 而不支持别的世系存在 某个家长提三尺剑 画家为国 而建立起自己的皇权后 就绝不允许别人起而效尤 膨胀家族权利 另一方面 历史上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 从西晋的起活 直到清代的念子 也都有宗族豪囚 巨族抗官的背景 抗官成功 提三尺剑 画家为国的故事 便又一次上演 但同时对民间宗族势力的戒备 也成为这些昔日宗族豪囚操心的事 到了近代 更出现了受西化影响 以家族自治为企号的 反抗传统国家专制的改革派 新潮宗族活动 这是以往人们很少注意的 如清末 以走英国之路为标志的 立宪派地方自治运动中 就出现了家族自治的呼声 当时重要的南方立宪派团体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 由38个集体成员为支社 其中就包括五个家族自治研究社 这显然已超越了传统宗族豪囚 民抗官的苛究 而赋予小共同体维护权力的努力 以新的意义 综上所述 近古一代中国传统社会中 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 宗族是其最常见的形态 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 它可能既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发达 由于大共同体本位的制约 也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 但是 近代以来中国人和外国人 中国的从最激进者到最保守者的各派力量 却大多认为 中国的宗族是既发达又传统的 区别只在于他们有的反对 有的则维护这种传统 乃至今日 人们仍把对宗族伦理 血缘纽带与家长制的依恋 当成中国传统与民族性的基础 虽然他们有的骂它是劣根性 有的暂之为民族魂 然而中国人真的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恋宗族吗 现代化即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表征的个性化过程 对传统共同体纽带的消解 在中国文化中就不起作用吗 其实有许多材料表明 即使在传统时代 中国人的宗法观念也并不比其他民族的更耐商品经济的侵蚀 明清时代兴旺的宗族文化中 就有不少人惊呼市井的威胁 如明代明幻 广东人庞尚鹏 在他那部庞氏家训 禁古宗族法规类著作中极有名的一部 李仪写道 庞氏族人应当远离市井繁华的广州城 否则 住省城三年后不知有农丧 十年后不知有宗族 娇奢游舵 习俗疑人 鲜有能自拔者 这类劝戒表明 在宗族文化复兴的明清东南地区 市场经济对宗法关系的冲击同样明显 一致卷入其中不久 便不知有宗族 而且这不仅是个别现象 而是疑俗疑人 显能自拔 看来仅有儒家文化 并不足以使宗法关系 具有抵御市场侵蚀的免疫力 然而禁古以来 宗族组织的确有逆逻辑发展之势 即市场关系发达的东南沿海宗族 胜于江南 江南又胜于华北内地 清胜于明 明又胜于宋元等 这是为什么 而近代以来人们都有中国宗族 既发达又传统的看法 这又是为何 后一个问题 现在看来是可以理解的 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时 西方已经完成了 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演进 相形之下 宗族社会便显得成了中国的专有特征了 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 现代化与激进思潮 又是在救国救亡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发生 人们痛感国事孱弱 国家涣散 在强国梦中 很难产生对大共同体本位的 国家主义传统的深刻反思 个性解放与个人权利的近代意识 主要是冲着小共同体质固 及宗族主义的束缚而来 便成为理所当然 从严富、梁启超到孙中山 都在抨击宗族之弊的同时 发展着某种国家主义倾向 尽管这种国家主义所诉求的 是现代民族国家 而非传统王朝国家 但他毕竟会冲淡对大共同体本位之弊的反思 在此潮流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也是反儒而不反法 在对宗法礼教发动激进抨击的同时 并未对儒表法礼的传统做认真的清理 个性解放的新文化 在反对宗族主义的旗号下 走向了国家主义 后来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 实际是把这一倾向推到了极端 后来在文革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发动的披如重法 反恐洋秦运动 便是这一逻辑的结果 然而 所谓反宗族主义 不反国家主义 并不是说那时的人们 只反族长 不反皇帝 中国人那时对皇权专制的批判 不亚于对宗族桎 然而这种批判的主流 只是把传统专制当作皇帝个人的 或皇帝家族的家天下来反 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本位 扼杀公民个人权利 甚至也扼杀小共同体权利的批判 似乎只要不是一性之国 而是人民之国 就有理由侵犯 乃至剥夺公民个人自由 皇帝专制是恶 而人民专制是善的观念 就此流行 除了爱国救亡取向的影响外 中国人接受的吸血中 存在的问题错位 也是重要原因 西方的近代化启蒙 与西方个性解放思潮 都是针对他们那小共同体本位的 中世纪传统而来 而国家主义 在他们那里 是一种近代思潮 正如民族国家 在他们那里是近现代现象一样 尤其是在近代化中 实现民族统一的德国 即出现过人民专制的法国 左右两种国家主义都很流行 偏偏两次大战期间的欧洲 又是个国家主义的黄金时代 那时输入中国的 种种国家主义思潮 更进一步加剧了 只反宗族主义 不反国家主义的倾向 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 便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批判者 与捍卫者 都把目光盯着 宗族主义的现象 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 是家族本位社会的误解 至于近古以来 宗族组织在中国的逆逻辑发展 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首先 近古出现的许多宗族 是地方官僚 甚至官府出面组织的官办宗族 它本身就是大共同体的产物 而不是什么伦理自治体 这方面的典型是官中 官中与东南沿海相比 宋元以来一直是个宗族组织 不发达的地方 聚落多为杂性 祖田祖产喊文 修谱之风不兴 但却有秦政商君之法 屡里十五之志的一风 离甲基层组织深为发达 近代河阳等地实行 地丁属地 差役属人之法 由离甲组织负责调派差役 随着丁夫之争日剧 农民不胜其扰 离甲效率下降 这里地方官府便发动大姓出面 实行离甲族化 以强化差役属人的组织 当时通过政府行为 把一姓之人按离甲 划分宗旨 或在族姓大分散小聚聚的地方 调整离甲按姓设甲 这样划分的宗旨实际上并不符合 自然血缘谱系 与儒家经典的宗法理论 地方官也承认 此种宗族不伦不类 但却符合官方需要 属人之中宗法预言 故疑问某大族之离甲 即生长分侧分 与同性不同宗者之关系 或分甲分理分乡 而次序依然不稳 亦不可谓毫无优点也 范青城 何阳复义严格略 更多的宗族官办色彩 没有这么鲜明 但地方官府和乡绅 在宗族组织化中的作用 同样很突出 值得指出的是 以科举制为前提 而形成的乡绅这一阶层 他们被金人称为地方精英 他们因为张口如学 闭口礼教 而被人视为宗族本位的代表 实际如前文所提到的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 本身就是直接否定 查举 世述 门法制制的宗族色彩的 世子们打破了宗族身份界限 而完全以个人身份 接受专制国家的智力测验 由此被网罗入国家机器 他们在外任官时 完全是石军路 礼军式的国家雇员 在家乡也由政府 而不是由社区或宗族的 优勉政策 保障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势 其权威资源 完全是自上而下的 其主要角色 也只能是国家经济 而绝非保护型经济 这一点在民莫大乱中 表现得至为明显 当时地方上那些 守土自保 既抗拒流扣 也抵制官府的土债 几乎都不是由乡绅 而是由无公民 无尽身身份的 平民富户主持的 当然在籍乡绅 未入室的后部官员 和治室返乡的前官员 与任职当地的 外籍朝廷命官相比 能够多考虑一些 地方利益与乡土关系 但他们与科举制 以前的士族、宗主 与国外的领主、村舍首领相比 那点地方性就太不足道了 同时 地方利益也不等于宗族利益 由于科举本身是非宗法的 科举出身者 未必在宗族中 居于优势地位 如长房、敌派等 犹他人组织的宗族 虽未必像观中的 理假化宗族那样不伦不类 也难免有违 自然血缘谱系 行政考虑高于伦理考虑 这离血缘小共同体自治 就更远了 因此 宋元以来的宗族兴盛 未必与地方自治有关 更未必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相悖 吴宁说 由科举出身者 更不用说由当地官府 控制 宗族之举 本身就是如表法里的一种形式 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一种表现 但明清以来也有另一种情况 即因大共同体本位的动摇 与小共同体权力的上升 而导致的宗族现象 清代沿海地区 随市场经济的发展 而反驱兴盛的宗族 便带有这种色彩 如广东珠江三角洲盛行沙田农业 沙田冲击摊地经人工违肯而成 面积随冲击而增减 地界难以划定 经常引起争夺 当大共同体本位体制稳定的明前期 明地方官府是沙田开发的主导 在组织违肯平息纷争中起关键作用 但明中业起 沙田开发开始向民间主导转化 清乾隆时发明实维技术 民间投资大增 一些有势力的大姓 组织族人河谷开发 使宗族势力膨胀起来 逐步排挤了官府影像 清同治后朝廷财政危机 在广东出售屯田 宗族势力因而控制了整块沙滩 规划大围 到光绪时出现了 具有浓厚商业因素的围管 与包店 称为助围的投资方 然而有趣的是 随着官府控制的削弱 与民间商业性沙田开发的发展 宗族公社在珠江三角洲 膨胀起来 由于沙田多为宗族公产 许多县的耕地中 族产多亿占一半以上 甚至高达80% 官府基于宗族势力 乾隆时一度企图强行推行 族产私有化 但并无成效 到清末 珠三角农村 积成宗族的天下 有时这些组织是建设地方之领导 有时则是对抗官府的主要分子 而清末立宪派的家族自治运动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这样的家族宗族在微观上 或许与传统的宗法共同体并无不同 而与近代的契约性公民社团 绝不相累 但在宏观上 它作为大共同体本位的瓦解力量 却可能具有新的意义 正如拜占庭罗马法 或秦汉法家体制中的家庭关系 微观上看十分现代化 但在宏观上 它作为大共同体本位的构成力量 却比罗马式大家族 距离公民社会更远 近古近代中国农村宗族 与其他小共同体的逆逻辑发展 是否有这种因素呢 若如庞尚彭所言 广东人并非特殊的宗族迷恋者 而近代的家族自治 又却为官府所不喜 我们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传统社会的反近代化机制 无疑有儒家色彩的一面 即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都一致个性 父权制家族质固 与专制国家质固 都阻碍着自由交换 竞争与市场关系的发展 阻碍着民主、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形成 但这种反近代化机制 更却有非儒家色彩 或约法家色彩的一面 即大共同体 不仅一致个性 而且一致小共同体 不仅压抑着市场导向的 个人进取精神 而且压抑了市场导向的 集体进取精神 近古中国政治中枢所在的北方地区 宗族关系远不如南方 尤其东南一带发达 但公民社会的发育 却比南方更为艰难 这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前近代社会 束缚个性发展的 共同体质固 是多种多样的 而个性发展的进程 往往不可能一下子 同时摆脱所有的 共同体质固 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 因此 个性发展到一定阶段 就可能表现为 质固性较小的 共同体权力扩张 对主要的共同体质固 形成制衡与消解机制 如所周知 中世纪欧洲城市中的行会 是市场关系发达的障碍 但在早期 它在行会与领主权做斗争 争取城市自治的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出现的 公民与王权的联盟 更是如此 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西方 民族国家形成很晚 大共同体 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 阻碍人的个性发展的 主要是采艺 村舍 行会 宗族 等小共同体的束缚 在这种情况下 大共同体的权力 对于冲破小共同体桎梏 从而解放个性 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因而公民 市民 可以与王权 携起手来 反对领主 与村舍成规 而在 异负型小共同体的废墟上 建立起公民社会的基础 公司 协会 社团 自治社区等 随着这些基础的建立 公民权力成长起来后 才转而向王权 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 发起挑战 用民主宪政的公民国家 取代王朝国家 而在传统中国 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 相反 由于传统中国 大共同体的桎梏 比小共同体强得多 因此 如果说 在西方 王权 虽从本质上讲 并非公民社会的因素 但它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 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成长 那么在中国 包括血缘 地缘组织 宗教 村舍等 在内的小共同体 即便内部结构仍很传统 但只要它对 大共同体本位体制而言 有自制性 则它在一定阶段上 也可能成为 推动市场关系 与人的个性发展的 有利因素 换句话说 如果在西方 从小共同体本位的 传统社会 向个体本位的 公民社会演进 需要经过一个 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本质上 其公民个人权利 与大共同体权利的联盟 的话 那么在中国 从大共同体本位的 传统社会 向公民社会的演进 可能要以 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作为中介 所谓联盟 当然是个象征性说法 不一定指有形的盟约 西方历史上的 市民王权联盟 也并非实质 而是意味着 争取公民个人权利 与争取小共同体权利 二者间形成客观上的 良性互动 在社区自治 与自治性社区权利 极不发达的传统中国 与市场关系的发展 相联系的小共同体 包括家族组织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起到社区自治的功能 并以其集体进取精神 克服大共同体的束缚 从而为个性的发展 打开突破口 明清时期 东南地区宗族关系 与商品经济同步 而逆逻辑发展的事实 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但它最终 能否像西方王权 一度有助于 市民社会的建立一样 为中国打开一条新路 则历史并未作出答案 因为近代以后 中国原来的发展轨迹中断了 不过改革时期 东南地区再度出现 宗族共同体 与市场同步繁荣的局面 却十分耐人寻味 改革后 东南农村出现的乡镇企业 被世人目为奇迹 而乡村的发展史 初看起来似五花八门 典型的如温州型乡镇 多是私有制 而苏南行乡镇 在1996年大转治前 则是集体企业为主 于是关于乡起奇迹的原因 也就有了市场动力 与新集体主义等彼此 抵武之说 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 这些或供或私的企业分布 却有一个共同点 即它们主要是在 市场网络所及 国家控制弱区发展起来的 创造出温州奇迹的许多中心市场 与民间工业区 都位于非所在行政中心 亦非交通要道之地 如永家之桥头 温岭之食堂 永康之大圆东 古山 苍南之龙岗 金香等等 而这种大市场中的小角落 恰恰也是苏南乡起的最佳发展基地 苏南最大的行政中心 与交通枢纽南京市 市郊珠县的乡起都难以发展 迟至1990年 南京市蜀地区的乡起 在江苏各省中 仅居第八位 而无锡 苏州 延城 南通等地 就活跃得多 在这些地区 主要的乡起发展地 也往往位于行政辖境的角落里 如丹阳市乡起最发达的 黄塘 借牌二镇 都是该市最边缘的镇 不仅纵贯丹阳境内的铁路 运河 高速公路不达 甚至连丹阳通往各县市的 所有干道也不经此二镇 其中 黄塘位于丹阳 金坛 武进三县之交 借牌则位于丹阳 武进 丹土 阳中 四县之交 而城关所在的云阳镇 却没有什么乡起 吴江市乡起最发达的 圣则 李里与镇则 三镇 也是该县最边缘的 位于江浙两省界上 而城关松陵镇 乡起产值仅排名第七 宜兴市乡起最发达的 太华 丁淑等镇 与全市首富的都山村 也是如此 该县最边缘的是 苏 浙晚 三省之交 全县最高峰 黄塔顶下的太华镇 而该镇乡起产值仅次于丁属 外贸供货值则三倍于丁属 而列全县之首 与此相反 城关所在的宜城镇 乡起发展的名次 竟在实名以外 类似现象在苏南十分普遍 诸如金潭市的直溪 直前 太仓市的沙溪 西山市的乾州 玉旗 扎桥等 都是辖境内较偏远 乃至最偏远之地 但乡起发展最速 远在城关之上 尽管这些地方 城关镇辖区农业人口 并不比一般乡镇少 而人均耕地 却大都少于一般乡镇 又位于物流 劳物流与信息流的枢纽之地 无论从需要 还是从可能看 似乎都是最有利于乡起发展的 然而整个苏南地区各县 县级市中 城关所在镇 乡起发达得很少 排名辖境首位的 仅张家岗市城关杨舍镇 与昆山市城关玉山镇二例 而西山之东庭 武进之胡塘等镇 则是乡起发展 市镇兴旺后 县级行政中心才迁入 而成为新城关的 苏南乡起从形势看 不同于温州的私营乡起 当地宗族关系 也远不如 浙 敏 月 诸省发达 但就是这样的集体企业 为什么也只能在角落里 发展起来呢 显然 这是因为大一统的强控制 不仅压抑了个人活力 也压抑了小共同体的活力 而在这种控制的夹缝中 发展起来的小共同体 自然会带有浓厚的 乡土人际关系纽带 它既非现代化企业制度 下的公民契约性经济组织 也非屡里十五的传统行政安排 与正设合一的集体 苏南乡企自然不是宗族经济 但却往往带有浓厚的庄主经济色彩 内地的早期乡企 同样存在类似现象 包括著名的天津 静海大秋庄 在内的许多乡企明星 都是从角落中成长的 只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 政府政策进一步放开后 新晋的内地乡企发展 才在城关附近凸显 如陕西省1997年的五大乡企明星 咸阳秦都区刘应村 宝基县国镇 耀县孙元村 林同黎山镇西街村 齐山县齐兴村 都是在城关辖区发展起来的 但与苏南不同的是 这些新的乡企活跃区 大多以私营经济为主 而与此同时 苏南乡企也出现了迅猛的私有化之潮 这表明 城关附近交通干道上的流通优势 与行政控制优势这两个因素中 九十年代中期以前 一直以后裔因素更为突出 它使得农民企业 为回避行政控制 宁可牺牲流通优势 在角落里求发展 当然这有个条件 即整个大地区经济发达 市场网络较活跃 并足以深入这些角落 否则像中西部贫困地区那种封闭的角落里 香气也是难以发展的 这一特征表明 九十年代中期以前 香气发展的最重要优势 与其说是最能利用市场机制 不如说是最能摆脱行政控制 无论私营型如温州 还是集体型如苏南香气 在这一点上似乎是共同的 而在不发达与发达地区 这一点也基本相似 以下二例可见一斑 广西桂平县上国村莫兆新 以四五人几百元起家搞药厂 曾因违犯药法规被罚款输万元 上过法庭被告洗 后来他屡错屡起 越搞越大 产值达二亿元之巨 成为桂平县的龙头企业 但仍地处桂平大山中最偏僻之地 县里屡屡催他签厂到城里 并需以种种优惠 但他坚持不肯 仍在本村 乡 滚动发展 围绕药厂 搞起了纸箱 制屏 包装 运输 洗印竹企业 又投资并贷款 建起了年产值五百多万元的 木材防火加工材料厂 和年产值上千万元的 广西最大水勤养殖厂 等立足本地的资源型企业 莫兆新在角落中 把事业越作越火 以大山吃药 名扬全国 他的企业吸纳了 全乡60%的剩余劳动力 并向本社区的教育 公益事业大量投资 从而不仅赢得了巨大的乡土声望 而且成为1996年农业部表彰的 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 河南新乡小冀镇 中阶村村民杜天真 以三个人办风投场 1990年时 资产已达1200万元 此时他自愿把厂 山交集体 引起轰动 传媒曾以一个千万富翁的消失 与一个富村的产生为题 大吵过一阵 之后他继续当厂长 又任村委会主任 村长 然后入党 被村民选为村支部书记 称为村企合一 党政合一的庄主 但他主要的依靠 仍是自己的家人与亲族 其高中毕业的妻子 是他的好参谋 度家兄弟数人 常在家开会帮他决策 尤其是大哥杜天学 长期任村干部 老谋深算 对他帮助极大 杜天真自为本人 仅上过四年小学 靠全家人帮忙才有今天 这两个案例 一南一北 一司一宫 但都有许多共同点 依托地缘 血缘共同体 不脱离乡土人际关系 与家族的基盘 穆兆新办的是私营企业 但那种死守山乡 不进城的做法 却迥异于资本主义经纪人 杜天真划思为公 但其企业却更像个家族公司 而不像传统的公社企业 实际上江浙等发达地区 乡企经济中 也有类似情形 无论姓私 姓工 以能人为中心 以小共同体为依托的 庄主经济 都是乡镇企业的通行模式 出现这种状况 是不难理解的 既然这时 乡企发展最重要的优势 不在于它最能利用市场机制 而在于它最能摆脱 国家计划控制 那么是否采用最适于市场关系的 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形式 便不是最重要的 而对于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控制来说 一盘散沙式的伪个人主义 有时反不如自制性小共同体 更为有效 但这种庄主经济式的小共同体本位 与某些论者宣传的新集体主义 绝不是一回事 集体主义不管新旧 都与个体主义构成相对 而小共同体本位 却是与大共同体本位构成相对的 关键在于 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体制 严格地讲 并非所谓集体经济 当时公社的生产计划 产品处置 要素配置 乃至领导人的任命 都是由政府 而非农民集体决定的 因此公社经济 与国有企业一样 是国家本位经济 区别只在于 国家控制国营企业 国家也承担了控制后果 即企业不自主经营 但也不自负盈亏 国家保障工人的收入 而人民公社则是由国家控制 但却由农民来承担控制后果的 乡镇企业摆脱了这种状况 即便像南街村这样的 正统集体经济 以号称外援内方 即对外保持企业法人 在市场上的自由经营者地位 脱离了大共同体的控制 这是乡企能创奇迹的根本原因 至于新集体主义 如果犯指任何形式的联合与协作 那一切现代经济都是这样 算不得乡企的特点 如果是指公有制 则温州型的乡企固然算不上 就是苏南市的乡企 经过1996年以来的大转制 与产权改革后 又还有多少这种主义的色彩呢 我国一些乡企的家族色彩 庄主色彩与小共同体色彩 曾令一些外国人难以理解 在他们看来 这种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村设施 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近乎农奴制式的体制 怎么会有如此活力 而我们的一些论者 则把这种状况成为宝贵的传统 与本土文化资源 甚至称为超越西方现代性的 一种旧式模式 的确 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问题 是无法理解这种小共同体活力的 但如果想到法家式 或拜占庭式的伪个人主义 之反公民社会性质 那就可以设想 这正是一种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 以走出传统社会的过渡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 他与其说是传统的 不如说是反传统 反国家本位之传统的 他与西方借助王权走向近代 固然是不同的路径 但同样要以公民社会为归宿 在这一点上 是谈不上什么超越的 除经济外 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现象 也体现在政治文化等领域 我国近年来搞农村基层民主 在许多地方都受到了 助长宗族势力的指责 如去年浙江台州 前所杜桥等镇的一些村 由农民选出的村委会被镇里撤销 并由政府指派了村管会 有趣的是镇里对这种竞选 不是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而是指责为宗族作怪 而由政府任命的村管会头头 却往往派的是资产阶级 即当地号称首富的私营企业家 其实考诸历史 朝廷派遣大私商来推行垄断与统治 倒是有传统的 如汉武帝只用桑红羊 孔锦 东郭咸羊来推行盐铁官营 就是一例 私商的唯利是图 六亲不认 在这里并未成为市民性格 而是成了大共同体本位的工具 反而是宣扬宗法伦理的儒生 贤良文学 成了民营经济的捍卫者 为个人主义 与小共同体 在中国传统中的角色 与此可见 与此相类似的另一种现象是 我国目前由政府推动的村籍民主 往往都在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的 相对贫困地区进展顺利 如辽宁、河北等地 据说我国农村第一个村民直选的村委会 就处在广西最贫困的河池地区之宜山县 1980年 而在一些贫困地区 早在改革前就体制下 由于一穷二白的集体没有什么资源可共争夺 因此那里就十分民主 生产队长都是轮流当 更无所谓庄主现象 这些地方传统社区组织极为空白 改革后生产队取消 村政指自然村 而非行政村 就几乎不存在了 除了大共同体本位下 官府的厉害外 村民在社区内 其实没感到什么压迫 在这些地方 农民的关切点 与其说是社区民主 不如说是社区自治 而社区民主的含义 与其说是限制庄主权利 无宁说主要在于限制政府权利 包括作为国家经济的庄主权利 因此仅仅把社区民主局限于 民选村官是远远不够的 重要的问题在于 限制国家经济权 而使村官更多地体现社区立场 使村官能在国家面前 维护村人的公民权益 如果反过来 只从国家本位的立场 为了削平伟大不掉的庄主 维护大一统价值 而搞村籍民主 像改革前经常运用的运动民主 来加强议员化体制那样 那就意义不大 而在东南诸省市场经济发达的 富裕农村 这些年来许多地方村政的演变 不是表现为民选村官 而是表现为村企合一 企业吃掉村籍组织 村子公司化 支书老板化 庄主经济 演变为庄主政治 而企业的一长制 则演变为社区的一组制 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体制的 解构问题 这样的演进就几乎是一种 反动的现代领主制 而像羽作敏现象 这类庄主之之弊 也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批评 然而人们却很少从传统中国社会 向公民社会演进的角度 对庄主现象做出深刻的反思 实际上传统中国不同于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 除了帝国解体的特殊时期 如魏晋时期外 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领主制弊 中国历史上的庄主 要么以国家经济身份 在官府支持下为帝 类似于水浒中的住家庄 增投市之庄主那样 这种形式的庄主之弊 实际上与励志腐败 一样是大共同体本位之弊 并不是单纯的庄主问题 要么庄主作为一种 可能制衡全能国家的自治力量 起到保护性经济的作用 这种庄主自然也会生弊 但比起全能国家之弊 官府蓄力腐败专横之弊来 却是策要的 因而我国历史上屡见 农民宁当私属而逃避为边盲的现象 甚至庄客支持庄主抗官的现象 所以在中国批判庄主现象 有个从公民权利出发 还是从全能国家权利出发的问题 改革时代东南地区的庄主政治 当然谈不上是中国传统超越了西方民主 但比改革前一元化控制下 许多赤贫农村干部轮流当事的民主 还是一种进步 在文化上 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在改革中的农村也留下了痕迹 近年来学界对东南农村中的 修普造词之潮深为关注 但我觉得更值一提的是 浙江等一些农村地区的村置现象 如永康县清西乡 经永康市清西镇 1986年 由乡文化站文化园 乡初中预任教务长等人 在乡政府支持下 畅修清西乡制 消息一出 乡属各村纷纷响应 结果在乡制编程前 已有八九部村制掀起而出 这些民间编印的村置 宗谱色彩浓厚 如关川村置 356页中 就有314面 及全书篇幅的88% 是宗谱 编者名言 是借编至东风 重修加成 但既为一村之制 所以又与传统宗谱不同 除了本村主姓之外 还记载了其他姓氏村民的谱系 如关川村置中 除了该村主姓的胡适宗谱外 还有关川其他姓氏支流世系 和关川村个姓氏转立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 在这种村置现象的发展中 不断受到个性解放的公民文化 从一个方向 坚持一元化控制的大共同体本位文化 从另一个方向的双重影响 如后于关川村置而出的 山西村置的宗谱初稿 依传统直列男系 副牌之后便有村民提议 在世系排列上 英语宗谱有所不同 女的要求牌上 迫使该制抽版重印 到了1994年的河头村置 便出现了村民世系表这种形式 他把本村村民从主姓屡市 直到只有一户人的甲市 从明初最早定居河头 其今已传23代的屡家 直到公社化时代才入居该村的 代攀等性 不分男女 人人入谱 而且个性是不分大小 一律以市居河头者为世系之源 废止了传统族谱 乱攀原祖 以显其贵的陋习 另一方面 农民们对来自大光同体的 禁谱令进行了巧妙的抵制 河头村置在寻求正式出版时 出版社根据禁止出版 组谱类书籍的有关规定 不让收入世系表 农民们便来了个以花接木 结果问世的村置 虽印数仅1500册 却有两个版权 交出版社发行的没有世系表 据说只印了100本以蒙混上头 而其余1400本都在装订时 暗中加上了世系表 由河头村自己发行与赠送 闻此内情者莫不感叹 从1987年装订简陋的 自印本《官川村置》 到1994年以来 同版京庄正式出版的 《河头村置》 及以后的《乾红村置》 《雅庄村置》等 从宗谱到村民试系表 我们看到当地农民的 小共同体意识在明显增强 而这显然不是以扼杀公民个性 与个人权利意识为代价的 小共同体 与公民社会的前途 总而言之 改革时代 中国除了公民意识在成长 尤其在城市中外 最显著的变化 是小共同体在经济 政治与文化各层面的凸显 尤其在农村 这些小共同体 由于微观上带有传统色彩 例如宗族色彩 而引起了两种议论 或赤其为封建复辟 或包之为传统活力 然而从公民与小共同体 联盟的角度看 这种小共同体的兴起 与西方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兴起一样 是有正面意义的 另一方面 这种宗族的崛起 与西方历史上王权的崛起一样 只是走向个人本位 现代社会途中的阶段性现象 现代化的完成 终会消除宗族束缚 或其他类型的小共同体束缚 正如其在西方消除了王权的束缚一样 当然 这并不排除宗族作为一种 非强制性的象征符号继续存在 正如在西方 王室可以作为象征符号继续存在一样 这自然只是一种可能性 如今断言中国传统社会 会经由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成功地走完西方社会 经由公民与大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而实现的现代化过程还为时过早 因为即使在西方历史上 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也并不必然会导致现代化 从逻辑上讲 这种联盟既可能使公民利用王权战胜领主而走向现代化 但也有可能使王权利用公民战胜领主 而出现传统中央集权专制帝国 如16世纪的西班牙就是如此 在那里 王权的胜利和领主的没落 并没有使采意志的废墟上 生成公民社会的基础结构 因而公民也就不可能在此后依托这种结构 战胜王权 结果查理五世与斐利二世的极权帝国 虽然一度称雄于世 却演变为一个极端保守的老大帝国 并使西班牙长期成为欧洲病夫与落伍者 同样 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结果 既可能是前者利用后者 也可能是后者利用前者 在后裔情况下 庄主现象发展为诸侯现象 一元化体制的解体 不是导致公民社会 而是导致传统的乱世 朝廷的自由放任 没有放出一个中产阶级 却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为字 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集权会变成领主邻利 统一国家会变成一盘散沙 但这只是历史上和久必分的重演 而并无现代化意义 当然 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另一种结局 即由于庄主过分的负面影响 使公民重新寻求大共同体的庇护 造成传统一元化体制的复归 这正如西方公民与王权的联盟 除了可能导致西班牙现象外 也可能导致意大利现象 即由于王权过分的负面影响 使公民重新寻求小共同体庇护 造成近代南意大利 与西西里的黑手党式帮派社会一样 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实现都不是必然的 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完全错误 公民无论与大共同体 还是与小共同体结盟都是有风险的 但现代化作为一种价值 则对传统中国人与传统西方人同具吸引力 文化决定论的解释同样是错误的 改革20年来 随着小共同体的不断成长 庄主现象的负面作用 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究竟是以法家的思路 还是以现代法治的思路 解决这一问题 是以王权 还是以公民权来制约庄主 则事关重大 在此我们不妨再做个历史比较 在西方历史上 公民与王权的联盟 要避免公民被王权所利用 就要走社会改造先行之路 即先在传统王权之下 变小共同体本为社会 为公民社会 然后再以公民社会组织为纽带 制衡王权 一盘散沙式的人们 是不可能制衡王权的 变王朝国家为公民国家 显然 能否先形成公民社会 变成为问题的关键 那么 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条件下 逻辑上就要求走国家改造先行之路 即先在传统小共同体之上 变传统国家为公民国家 民主国家 然后再以民主国家为依托 制约庄主 无政府状态下的人们 是无法对付庄主的 变小共同体本位为公民社会组织 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 能否先形成公民国家 变成为问题的关键 以上两种情况 可以简表如下 因此 逼者反对那种粗陋的对比 即从西方历史的发展 得出先有自由 后有民主 因而民主必须缓行的规律论 的确 就西方而言 王权庇护下的自由 是公民与王权的联盟 现代化之路的重要阶段 但中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清末民国的历史已表明 中国式的王权是无法保护自由的 而中国式的小共同体 能否有助于民主 则有待于我们的实践 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道路上 文化领域的一大问题就是 所谓的新儒家复兴 是否可能 这里我们说的 不是儒家的个别词语 如天下为公 名贵君卿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之类能否与现代价值相通 而是就儒家的基本价值而言 在儒家的基本价值体系中 缺乏个人本位的公民权利观念 而没有这个就谈不上 现代公民社会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 谈不上有身份社会 向契约社会的过渡 因此儒学不能取代西学 至于说儒学能否超越现代性 而给人类包括西方在内 指出一条通往后现代之路 那就更为虚弦 本文无法在此评述 问题是 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 中介状态下 儒家思想资源的意义何在 这就涉及我们对真正的 而非典籍上的 中国传统的理解 如前所述 中国的真正传统是儒表法理 而表理之间 虽经董忠书以来 两千多年的改造 仍然是有矛盾的 文革时期的批儒洪法 与马克思加秦始皇之论 虽然充满了富贵 影射 及古为金用的曲解 却不能仅仅视之为 一大历史玩笑 大共同体本位体制 与儒家价值的矛盾 从秦亥以来 的确是一直存在的 儒家无个人本位之说 但却有共同体多元化倾向 而反对大共同体一元化 孟子离楼上说 人人亲其亲 长其长 而天下平 而法家则坚决反对 亲亲之说 商君书开赛云 亲亲则别 爱思则险 民众以别显为物 则民乱 于是便有了 爹亲娘亲 不如领袖亲的价值观 和为大一统的 法、术、氏 可以六亲不认的 法力人格 从大共同体多元化立场出发 儒家认为 每个共同体内 都有长幼亲书 贵贱上下之别 不平等是普遍的 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 这虽有伪现代平等价值 却与大一统的编户 必须齐名的观念相矛盾 而法家则鼓吹 大共同体本位体制下 普遍奴隶制的平等 人人为皇上之奴 彼此不得有横向依附 不知亲书 远近 贵贱 美恶 亦以度量断之 其而言者 甚至把人人 都视为皇权之下的无产者 三代子百姓 公私五亿财 人主善操柄 如天持斗魁 富于皆自我 兼并乃兼回 兼回法有诸 事亦无自来 王恩时 兼并师 由此产生了统治经济下的 意见并思想 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 是贫富之不齐 因而需要令贫者负 负者贫 甚至公然声称要杀负 而这种禁止人民 各有其私的皇权管制下的 平均主义 其实是最大的不公 即黄宗熙抨击的 以我之大司 为天下之大公 如此等等 显然 儒家思想本身 不是现代化理论 但它作为一种 共同体多元化学说 对大共同体本位 尤其对于极端的 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 是有解构作用 儒家思想 更不是什么 后现代的旧式理论 但它在中国的条件下 也并非现代化之敌人 而在公民与 小共同体联盟的条件下 出现现代公民意识 与儒家传统的联盟 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种联盟中的儒家 也许就是真正的新儒家 但是 这种新儒学 必须不是以解构 所谓西学 而是以解构 中国法家传统为己任的 新儒学的对立面 不是公民权利 而是大共同体独尊 这就要求新儒学理论 必须公民本位化 而不是国家主义化 否则儒学 就无法跳出 董仲书以来 儒表法里的怪圈 它的前途 也就十分可疑 朗读者 宁静的童年 请不吝点赞 兹